这个小可爱又来了 等妈妈这里来啊 等妈妈回里来 这里 给来 躺躺这 躺躺妈妈回里 今天是 12月22号 躺下 躺下 明天到婆婆家去咯 有三天 哎呦 这个小猫猫 看不见我们咯 就怕它在门口叫我 我老公也说了 三天不在家 三个晚上 小猫可怜咯 家里没人 一般的把她带走 是不是啊 小宝宝 现在到收衣服的环节 我带好吹风机 衣服 因为明天是平安夜了 要穿得浓重一点 其实这个衣服都是 一几年时候买到十来年了 看看这是谁 她刚才要到我衣橱里去睡觉啊 她不让摸呢 这老妈头上是什么东西 哪个东西呢 猫孩子 猫孩子 这就是 嗯 三天妈妈不在家 你怎么办呢 啊 我们三天都不在家 啊 我们下个礼拜二就回来了 听到没 礼拜二啊 礼拜二我们就回来 到我们家来啊 啊 也祝你圣诞快乐 好不好 啊 爸爸和姐姐 还有妈妈 祝你圣诞快乐 好不好 嗯 是不是很可爱 我们现在出发了 今天天气 每年好像圣诞节 天气都不是很好 大家 很多人就是德国 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期望 期待着一个白色的 就是银色的圣诞节 但是每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天气都特别热 今天8点5度 所以那是不可能下雪的 哎呀呀呀 这个路啊 晃死我了 晃死宝宝了 我们现在去 博步交路 看看我归女 我归女还说她长得不像我 她长得好不好看 那是她的事 跟我一点半毛钱关系没有 我说那那你那底子好呀 随你老妈我 知道不 自信的人 就是 就比较 叫什么不可摧的 肩不可摧呀 是吗 这个超市太小了 没有鹅干酱 没有鹅干酱就不买了呗 那么就买点奶酪回去 三块的 看小超市里头 法国的甜品也比德国多 德国人不怎么吃甜的多 他吃的是那种甜品 奇怪吗老天妈 你看这个体上感觉不错 这个多少钱 8块多 马上到婆婆家喽 好冷啊 今天温度现在还8度呢 但是很冷 那个湿冷湿大大的 哎 这种好舒服 又 嘿嘿 又闭炉 暖炉 然后喝着小香槟 噢 那 Mustnich sein 那是多一瓷 我只需要一瓷 那是多一瓷 的 的 一瓷 一瓷 很多的瓷 要 Swedish的瓷 每天吃两个 我吃三个 先放在这里头放了鸡精的 就是德式的德国的鸡精 然后放在里头 先给它煮一下 让它入个味 温一下 应该是10分钟 我婆婆说 等会再放到锅里头煎一下 放了是这种 就是东北的这种毛葱 哎呀很辣 但是比洋葱味道更浓一点好吃 有的人不喜欢 因为它太辣了 哎呀火还在继续燃烧 我们晚饭要准备好了 看这一个孩子躺在这呢 起来吃饭了快点的 正常情况下的话 明天才点燃第四根蜡烛 但是我们今天就可以点啦 昨天我老公骗我 因为我在家里头把我们家第四根蜡烛也点起来了 结果呢 我老公说啊 这会运气不好 我说嗯 跟我在一起哪有运气不好 不好的运气都吓跑了 开吃了 结果的饺子就是和素菜和肉 饺子比较碎 这手工自己做的 一般地方吃不到这么好吃 这是在福来堡的教堂旁边买的 它每天都开 到中午晒一点就没有了 又吃了 又来了 又吃了 又吃了 这一大小小的小小 你饿了吗 看看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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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酒 加到这里头去 那边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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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